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个连续模式 一般连续模式导入投入的比较多 我们先进行做TDPL指头 在操作之前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把皮肤用生的盐水给它进行消毒 那么消毒 生的盐水消毒了之后呢 必须要保持我们的皮肤干燥 那么它其实跟我们那个 离子刀的那个氦离子头呢 一样的 皮肤必须要保持干燥 那么离子刀的这个氦离子头的话呢 它是帮氦气进行了一个电磷 那么这个TDPL指头的话呢 就是帮我们的氦气里的氦气做了一个电磷 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 是不需要任何乳液的啊 一定要记住啊 干的时候 皮肤越干越好 好 你先试一下啊 先把氦气做一下 先把氦气做一下 可以做 不不刺 能量学校在氦气里面 这样 这样也行 好 那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是像个盖子一样打 就是盖竿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是半全半全的 来 也是顺着皮肤的线条去走 我们在所有的操作过程中的话呢 体气的话呢 顺着这个面目皮肤向上走 那么这台仪器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样的皮肤呢 比如说想美白的皮肤 想抗摔的皮肤 那么色素沉淀的皮肤都可以做 包括去痘痘的皮肤也可以做 那么如果说很严重的痘痘的皮肤的话呢 我们还是建议这个皮肤去做 我们下这个面目的部分 也有关系的皮肤 就应该注意一下 沾上 鸡皮肤 laten固定 你死定了 那边也是 上层的皮肤 那边也有毛鸡皮肤 没有毛鸡皮肤 没有毛鸡皮肤 一支月子可不可以走 可不可以走 那我们再靠多个人 能不能放哪里面求善意吗 对啊 这个是TTBS的一个操作方法 接下来我们换到操导鱼的一个操作 也有UP一刻键进入一个操导鱼 那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把能量调光一点 我们先做一个脉冲的 点状的 然后再来给它做一下连续的 先把它的精华给它打开 先把它的精华给它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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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操作过什么的话呢 第一发现好 也就是说 它的皮肤最干的干的地方吸收效果是最好的 在导致就是说 我们说他的这个 一页两侧 包括他的下河这个地方 对领养的吸收 交往一块钱 可以打圈的方式 可以打圈的方式 那么导致的产品 也要根据他的皮肤状态来定 比如说他是痘痘的皮肤 你就可以用去透精华 或者是去透脂肪酸 那么假如说 他是想美白的肌膚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些美白精华液 那么假如说他是想补水的话 你就用过尿酸 那么如果假如说 想去射班的话 那你就可以带 用一些淡淡精华液 那么如果假如想抗受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用 一些教人淡淡的精华液 或者生产品的东西 那么做导致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 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遇到它有皱纹的地方 比如说穿上我们的地板 然后就给它打圈 没有抬头纹的地方 就提拉 过程到 我们这个无畅操导的 这个 技巧操纵的这个口 我们也操作完了 操作完了之后 可以给它导出保湿的面膜 那我们可以看到 操作区域跟没有操作过的区域 那么它的这个皮肤的光泽感 还有它的这个通风性 其实是一样的 OK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皮肤 那刚才这边是没有做的 这边是操作过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额头的区域 包括它脸颊的区域这两边 那么它的通透性和光泽感 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它的毛孔是收的比较细腻的 那么这边呢 它的毛孔它会显得稍微粗一点 那么所以它的区别是做完之后 它的光泽的通透性相当不错的 那么增添不同的皮肤 跟不同的产品 去做 谢谢啊 对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